高雄捷運到底要不要開冷氣 已經成為每年夏天都幾乎會登上媒體版面的議題 車站的悶熱程度 甚至連客運業者還會在車頭打上清涼公車來吸引乘客 高雄捷運公司則表示 全天開冷氣的話 一年電費會暴增6200萬 然而細看這些車站 會發現有長達一半的月台根本沒有列車停靠 還直接用黃色鎖鏈把月台門完全封閉 龐大的前置空間也對冷氣運作形成壓力 然而高雄捷運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竟然跟遠在300公里外的台北捷運有關 最初的高雄捷運規劃 確實是採用月台長度比較短 車廂長寬也都比較小的中運量形式 至於為什麼會演變成今天的模樣 就必須從規劃作業的1980年代開始說起 在1979年高雄由省霞市升格為直霞市 並且將小港由高雄縣改化入高雄市 此時的高雄港也正陸續完成擴建作業 因此預期未來會有大量的運輸需求 在1984年交通部運輸計畫本園會 也就是改制前的運研所 提出了高雄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報告 就此擬定了三個方案的路網 甲岸的紅線起至南紫 往西沿著嘉昌路經過後進後 往南行經左南路翠華路 接著直線向南接上博艾路 進入高雄市區之後 繼續沿著中山路往南 以小港機場作為終點 綠線則起至成青湖 往西經由建公路 再一路沿著愛河 由西往南轉 由高雄橋往東轉上五福路 之後再沿著和平路往南 向東轉上二勝路跟新富路 最後朝北沿著南京路、成青路 再接回成青湖成為環狀線 另外還規劃將台鐵、南紫到後中段給捷運化 三條路線全長67公里 一岸的紅線則取消後進到南紫路段 南端再往東延伸到大平頂 綠線同樣以成青湖作為起點 北半側改走大順路 轉中華路往南之後 再由鐵路旁邊來到愛河 之後再穿越高雄女中 沿著成功路往南 再穿越方舍沿著二勝路往東 最後由永峰路 來到古甲的終點 變成一個半環形的路線 紫線由半平三角出發 約略是在今天高鐵左營基地附近 之後沿著民族路往南 朝東南方向轉上大順路、凱旋路 一路進入到前鎮加工出口區 至於局線則跟今天的樣貌非常像 只是往西延伸到了西子灣 往東也深入到大寮市區 同時搭配台鐵、南紫到後莊的捷運化 五條路線全長99公里 丙岸的紅線起氣都跟以岸相同 但是在前鎮一帶則改進一新路跟自強路 至於局線則完全被取消 改以綠線行經同盟路後深入延程浦 再沿著五福路一路往東 街上已按局線的路線進入大寮 捨棄掉的林雅寮跟五甲的規劃 紫線則是由廉池談判出發 經由新莊子路後 在副頂晶地區有大量穿越 之後往南接上大順路、凱旋路 同樣以前鎮加工出口區作為終點 而台鐵的南紫到後莊也要進行接運化 四條路線的全長為85公里 在這三個方案當中 由於已岸的路線最長 路往也相對綿密 評估出來可以得到比較高的總運量 即便是計算每公里的載運績效 也只比秉岸稍微差一點點而已 因此運委會也根據已岸作為基礎 結合甲岸跟秉岸 又擬定了一份長期發展建議路往 當中的紅線跟橘線沒有太大的變化 而綠線在北半側則由大順路 改為民族路接九族路 西側深入到延城浦 南半側舍棄二聖路 改走三多路跟五清路 紫線基本上跟秉岸相同 這四條路線的總長為71公里 當中紫線全線規劃為高架 其餘路線只有在高雄跟鳳山市區才地下興建 紅線的中鋼之線使用平面形式 剩餘路段都設計為高架 從這樣的路往規劃 不難看出重心施放在屏東線鐵路以南 這是因為當時北側只發展到愛河而已 其餘的仍有著大片的農天 甚至連都市計畫都還沒有完全完成 才有紅線在拆工一帶才直線穿越的形式 而作為現代高雄發展起點的延城浦 還有兩條路線行進 考量到整體路往多有轉折 且評估未來運量不至於到太高 因此建議採用轉彎半徑比較小 興建跟營運成本都比較低的中運量系統 到了1989年高雄市政府 根據先前的規劃內容 同時因應往北擴張轉移的發展趨勢 重新擬定了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第一起發展計畫 作為東西向軸線的局線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 而紅線則是往北延伸到橋頭 南側的中鋼之線扶正為主線 不過仍然維持大平底作為終點的規劃 左營菜宮路段則配合都市計畫 把大直線改成配合都市計畫道路走向 同樣經過屏東線鐵路北側的直線 代表側被更替為藍線 並且由新莊子路往南挪到了大順路 左營段再沿著左營大路往北延伸 半平三角的紅線作為終點 至於綠線的部分則被大幅修改 代表色也換成了棕色 原先北半側的路線被完全廢除 改由沿城浦出發之後 沿著三多路直線往東進入鳳山 再往北轉向成青路抵達成青湖漢 在這樣的路往架構下 高架路段只有紅線的半明山以北 小港機場以南 藍線的凱旋路路段 以及中線的成青路路段 其餘都是預計採用地下方式興建 車輛形式方面則署名在尺寸跟性能上 應該要跟當時興建中的台北鐵運 採用相同的規格 以達到降低養護成本 以及系統間相互支援的彈性 因此雖然預測運量 以中運量系統就能夠滿足 但是也將高運量系統納入考量 後續中線的系端由延伸浦 再往北延伸到內圍 以利根子線進行轉成 高層市政府也決定以高運量系統的行事 將陸網規劃案送交行政院審查 根據後續的新聞報導 主要是為了排出一家 具有中運量系統獨家議價權的外國公司 不料1991年行政院的核定結果 卻是中線的運量 無法支撐起高運量的系統 而藍線雖然勉強足夠支撐 但是經濟效益卻非常的差 因此只通過紅、橘、兩線的興建計劃 面對這樣的狀況 高雄市政府只好再找來顧問公司 評估藍、中、兩線的調整方案 包含將捷運入網 延伸到旗津、岡山、新園、屏東等等地區的可能性 而在同一時間 由於台北捷運初期入網的工程發包作業告一段落 廠商有陸續將資源往高雄移動的趨勢 然而隨著台北捷運陸續爆發弊案 多位官員遭到彈劾 相關爭議後續被描述為4444億的教訓 在高雄捷運這邊 又出現已經身為顧問的國內公司 標下紅、橘、兩線細部設計的狀況 引發球員兼裁判的質疑 加上政府為了解決美國不滿貿易逆差過大的問題 找來蒂立凱撒公司作為總顧問 但是跟地方在溝通上卻屢屢出現狀況 高雄市議會因此在1995年決議直接刪除預算 在這樣的狀況下 時任高雄市長的吳敦毅宣示以BOT的模式 繼續推動捷運的興建作業 不過從業人員卻不看好這項決定 也不乏建議高雄捷運改回以中運量系統建設的聲音 確實就預算遭議會刪除後 高雄市政府在隔年提出的體檢工作報告書中 預測的最大戰艦運量是每小時3.01萬人 相比起來台北捷運在規劃階段 預測的最大戰艦運量得到了每小時5.55萬人 接近高雄的兩倍 不過近年來的數據 卻顯示即便是在尖峰時段的阪南線 在台北車站的前後路段 最大戰艦量也只有每小時3.6萬到3.9萬之間而已 代表目前運量遠低於此的高雄捷運 採用中運量系統應該就能夠滿足需求 然而再次把時間拉回到1996年 當時台北捷運木炸線才爆發火燒車意外 接著車輛系統廠商馬特拉因為合約糾紛撤離台灣 出現馬特拉不拉我們自己拉的名言 社會上對於中運量系統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如果高雄捷運同局兩線要捨棄高運量系統 可能要面對到更嚴峻的政治壓力 而就當高雄捷運仍然無法展開興建作業的同時 交通部合訂了運研所的高雄鐵路地下化計劃 施作範圍除了左營到鳳山之外 連東陵港線跟第二陵港線的草崖以北路段也要跟著地下化 並且在沿線增設久坐通行車站 而市區另一側的縱貫線跟西陵港線也有討論是否要捷運化 在部分路段跟1989年規劃的捷運路網有所重疊的狀況下 原本的藍線也就因此取消左營及凱旋路段的規劃 中線這階段到只剩林雅寮以東的路段 使得藍中兩線變得有些雞肋 就更難跟紅橘兩線一起施作了 在2001年高雄捷運正式動工 即便仍然採用高運量的規格興建土木結構 但是考量到營運初期運量較低 所以購入的列車編組直接綁定為三節一列 相當於一半的月台長度 也就是實質的營運規格只有到中運量標準而已 雖然根據高雄捷運跟高雄市政府簽訂的合約 每日運量達45萬就要改以六節一列的編組進行營運 但是由於涉及到耗製系統更改 高雄捷運公司表示加密班具比較可行 短期內仍然不考量加掛車廂回到六節 而在月台實際上只用了一半的狀況下 冷氣全開當然就成了一種浪費 不過會有這樣的決定其實也算是正常 台北捷運木炸線當年就是將兩節一列的車廂 加掛到四節一列之後 因為系統問題而爆發火燒車事件 即便是近年因為東區跟內客的發展 導致尖峰時間經常擠成沙丁魚 也都只以加密班具 拆座椅增加戰力空間的方式處理 至於新建時就預留多的兩節車廂土木結構 直到今天都處在閒置狀態 仍然沒有加掛到六節一列的計劃 而隨著高雄捷運紅線 往南延伸到林圓 往北延伸到陸竹湖內的計劃 陸續核定 雖然系統形式不再變更 但是卻也宣布延伸線在土木結構上 只會興建成三節車廂的規格 換句話說 即便未來真的出現六節車廂的列車 那也沒辦法開到延伸線上 不過想必這在營運層面上 還會再延伸出其他的問題 包含到了耗資系統的更改 以及主線上乘客後車位置等等的配套 所以已經宣布冷氣全開的高雄捷運 短期之間勢必還要再面對 更多營運上的挑戰